通常政府都会寄三次账单给我们 如果都收不到钱的话 就不好意思了 你的红蓝卡会被政府取消 第一次拿红蓝卡的长者朋友 通常账单一下会问你收三个月 或者四个月 甚至更多个月的保费 自动扣款的话 最多要八个礼拜的时间去做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Vanessa 欢迎大家收看 月看月醒 号蓝卡 月宇频道 对于很多刚刚满65岁的长者朋友来说 申请完红蓝卡后 突然有一天会收到来自政府的账单 真是有点害怕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账单是什么样子 万一是诈骗信就怎么办 以及我们打开账单之后 除了金额之外 其他完全都看不明白 如果大家都有这种疑惑的话 不用担心 让我们告诉你 如何一下就能看得明白 红蓝卡帐单 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一定会记得帮我们 订阅 点赞 按 按 下方钟 好了 我们先看看 看看紅藍卡帳單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這張圖 這是真實的紅藍卡帳單 因為帳單上的信息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把帳單分為三個部份和大家講解 首先我們看看上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字體顯示是 Medicare Premium Bill 代表紅藍卡帳單 同時大家要認準上面有一個老英圖案 這是政府部門CMS 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的標誌 主要是負責管理政府的主要醫療保健計劃 接下來第二點我們要看看 有個叫做Medicare Number 代表紅藍卡號碼 下面一條叫做Last Payment Receipt 是指上次收到你的付款日期和金額 以這個案為例 在7月22日2021年 政府收到$678.09一個付款的費用 接下來看下面一條叫做Total Amount Due 代表你目前需要支付的補費金額 以及最後付款期限 在這張相片上說 需要在10月25日2021年前 要向政府支付金額是$2715.06 在右部份大家可以看到付款人的性命和住址 可以核對一下這個帳單是否是你自己的 在這裏大家要注意 在右上腳上有叫做Declute Bill 代表就是拖欠帳單 通常政府都會寄三次帳單給我們 第一次就叫做First Bill 就是第一次付款的帳單 如果都收不到錢的話 政府就會寄出第二次帳單 在右上角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叫做Second Bill 如果第二次帳單都收不到錢的話 就會變成圖片上顯示的Declute Bill 我們可以理解是最後一次帳單 如果都收不到錢的話 就不好意思了 你的紅藍卡會被政府取消 大家一定要記得按時交保費給紅藍卡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部份 這個部份主要是為大家展示下收費的明細 每個部份收費會有多少 Current Payment Deal 是代表當前的保費明細 主要是看旁邊的Cover Periods 代表今次支付的費用可以成報到幾時 例如按照顯示 代表是由11月1日至11月30日一個月的保費 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 第一次拿紅藍卡的長者朋友 通常帳單一下會問你收三個月或四個月 甚至更多個月的保費 所以帳單金額會比較高 但不用擔心 我們要先看看Cover Periods 到底是含蓋幾個月的保費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由 Part A住院保險一欄 顯示是A部分的保費 如果工作點數少於40個點 這個部分是需要付費的 而 Part B 瞞診部分的保費 大家可以見下 上面的圖案顯示 is 148.55元 這個只是個案 真正2023年 Part B 基礎保費是 164.9 元 但如果報稅收入高於基本線 就會出現兩難 叫做 Part B 阿瑪 和 Part D 阿瑪 這是原因我們收入過高 所以紅藍卡需要額外收費用 具體額度大家可以看看下面這張圖 主要是根據我們兩年前的報稅收入 來決定你今年的紅藍卡費用 如果之前有獻款的話 就會顯示是 Part Duel Premium Duel 一難 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個案例看看 這位先生總共需要支付的話 就是 2715 元 6 號的補費 並且要在 10 月 25 號之前要寄出去 好了 我們已經知道怎樣看賬單 你又知不知道要怎樣付錢呢 大家可以看看最後一個部分 通常收到的賬單 我們可以把賬單的金額填好 然後都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記得要在付款卡的號碼要填 填完之後我們都要記得簽名 然後用政府寄給我們的護郵信封 寄回這個付款方式回去就可以了 當然你都可以選擇寫支票寄出去 除了自己寄支票出去之外 我們還可以有三個方式去支付 第一 我們可以上 medicaid.gov 即是 GOV 網站 去進行線上第一次付款 第二 我們都可以上去 medicaid.gov 網站 去設定每個月自動購款 但是記得自動購款的話 最多要8個星期的時間去做 但是在自動購款生效之前 大家都不需要按時間去付款 第三 如果大家長者朋友 已經拿了所謂的退休金的話 這個費用會直接在我們退休金那裡扣 如果各位長者朋友 有任何疑問或建議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華興保險 亦歡迎大家可以致電 626333111轉分機號碼 622紅林卡部門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